你根本不用跟我抬杠 有一个残酷的现实 那就是父母不在了 兄弟姐妹必然渐行渐远 直到形同陌路 甚至有的反目成仇 不同的只是时间和程度的区别 但是渐行渐远 是几乎每一个兄弟姐妹必经的过程 甚至都不用等到父母不在 只要兄弟姐妹各自成家 就会开始渐行渐远 虽然有些人嘴上可能不承认 说自己和兄弟姐妹感情多好 但心里有没有隔阂 大家自己心里清楚得很 愿不愿意承认 结果都是一样的 去年我就说过嘛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同学 今年这都40了 还是单身一个人没有结婚 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回过老家了 去年过节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现在也不查核酸了 这过节不得回老家看看吗 他当时就跟我叹了口气说 他说自从父母不在了 回老家不知道上哪去 父母的老房子几年没有住过人 都是蜘蛛网 去哥哥姐姐家 那个尴尬劲就别提了 既不像是客人 又不像是主人 非常的不自在 所以当时我发了个视频就说 人只要父母不在了 那么兄弟姐妹就会慢慢疏远 并且年龄越大 体会越深 可是直到昨天呢 还是有很多人跟我抬杠 这有什么好抬杠的 这是无论谁都改变不了的客观规律 这与人情冷漠无关 这是客观规律 随随便便动动脑子就能想明白 第一呢 兄弟姐妹还没成家的时候 就相当于一棵树上的果子 有树干相连 大家就是一家人 等各自成了家 就相当于脱离了大树 自己长成了新的树苗 各有各的家庭 谁活的都不轻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孩子 有自己的孙子 都是一大家子的人吃喝拉撒 如果这个时候还要强行走得很近 那其实就是在浪费彼此的时间 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对方 都是一种负担 并且这种负担越积越多 直到最后产生的隔阂也越来越多 产生的怨气也就会越来越多 弄不好最后还有可能反目成仇 一个人一生当中和兄弟姐妹之间会有两个特殊的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就是各自成家的时候 第二个时间点就是父母不在的时候 各自成家的时候 兄弟姐妹就由原来的家人变成了亲人 虽然只是一字之差 可是却差之千里 家人和亲人那是绝对不一样的 不过这个时候父母还健在 逢年过节的时候 大家一起回到父母家 还是可以短暂的找回家人的感觉 因为不管离家多久 父母家永远都是自己的家 这个时候兄弟姐妹还有一个共同的家 但是呢 等到父母也不在了 那就会从亲人变成亲戚 于是这种短暂的家人的感觉也就不在了 从家人变成亲人 从亲人再变成亲戚 然后呢 再慢慢的从亲戚变成远房亲戚 从远房亲戚变成本家 直到出了五福 就谁也不认识谁了 这就是客观规律 所以没有什么可争执的 其次呢 各自成家之后 兄弟姐妹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 尤其是收入和社会地位 虽说兄弟姐妹之间有减不断的血缘关系 但有一句老话叫做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这个规律在兄弟姐妹之间同样适用 如果不是一类人 即使有血缘关系 那也凑不到一块去 硬是凑到一起 必然也会产生不少矛盾 尤其是出自同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 如果差距太大 产生的嫉妒心 那绝对要远远的高过普通人 我发现有一个奇怪的规律啊 就是越是和自己相似的 或者亲近的人 越容易产生嫉妒心 因为内心会不自觉的认为 他和自己是一类人 他突然变好了 那当然就会产生所谓的嫉妒心 就像你听说一个 一千公里之外的某个人 买了一辆马沙拉蒂 你会有感觉吗 最多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羡慕 可是如果换成同村的邻居呢 是不是嫉妒心就会强一些 如果是远房的亲戚 是不是又会强一些 如果是亲兄弟姐妹呢 这个时候嫉妒心可能就是最强的 因为兄弟姐妹有共同的父母 本质上来讲并不是什么手足关系 本质上来讲其实是竞争关系 谁小时候从父母那里获得的资源越多 长大之后就有可能混得更好 于是当兄弟姐妹之间差距越来越大 隔阂也就会越来越大 甚至会逐渐的演变成埋怨小时候父母过于偏心 所以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啊 就是想要兄弟姐妹之间感情尽量的维持久一些 那么做父母的从小就不应该偏心 就要一碗水端平 不要出现什么资源分配不公 使某些孩子感觉到被冷落或者忽视 那么长大之后矛盾就会渐险 从小感觉吃亏的孩子 长大之后如果混得差 就会埋怨父母给的资源太少 那么如果混得好呢 照样会埋怨父母 因为他会想如果能平等对待 那自己就能混得更好 总之只要一碗水不能端平 那将来兄弟姐妹就很难和睦 可是很多父母都是普通人 不见得有那么长远的眼光 也很难真正做到一碗水端平 这也加速了兄弟姐妹渐行渐远的步伐 还有就是父母不在了之后的财产问题 这也是很直接的利益冲突 虽然兄弟姐妹之间有血缘关系 可是他们的配偶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所以这又是一个矛盾爆发的点 所以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 你就会明白父母不在了 兄弟姐妹那必然是渐行渐远 只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各自结婚之后 兄弟姐妹之间更应该像朋友一样去相处 朋友和亲戚之间最大的区别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不是血缘关系 而是公平 朋友之间相处之道是把公平放在第一位的 而亲戚之间呢容易仗着血缘关系 一方一味的索取 但朋友之间是不会的 朋友都是相互的 否则那就不会是朋友 对吧 先聊这么多 我是爱闲聊有观点的小郭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接着聊更有趣的话题 再见